中電今日公布中期業績 盈利比去年同期增加12% 賺近38億但都差過市場預期 而在澳洲及印度的業務都錄得巨額虧損 中電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鮑立言解釋 印度業務強差人意 主要是由於當地的燃料供應出現問題 不過他說情況已經逐步改善 至於澳洲的業務 就由去年同期賺近2.7億 掉頭蝕4500萬 被問到會否繼續考慮分拆澳洲的業務上市 鮑立言說這仍然是集團的考慮方案之一 另外中電副主席袁蘇少薇說 目前核電佔集團的供電量大約是三分之一 中電會與內地合作夥伴研究引入新核電的可行性 中電現在就是在大雅灣引入了核電 在我們中電燃料組合裏面 大概是佔我們的三分之一左右 但是如果以整體香港 包括香港島方面 整體香港大約是百分之二十三左右 是在用核電的 因為我們在核電投資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 所以我們會和我們的合作夥伴在內地 研究一下新核電引入香港的可行性 但是最主要都是因為香港政府將會與市民再有溝通 是大家去談談香港未來長遠的燃料組合 是應該怎樣才是一個好的方案 我們是歡迎這個諮詢的 因為將來香港怎樣用不同的燃料 對香港的影響是很深遠 在電隔方面 阮蘇少薇說會看下半年的營運狀況 再與政府商討 至於電價方面 剛才南寧寺先生也解釋過 電價會受很多因素影響 包括我們受電量、成本、燃料價格的影響 我們將會看下半年的營運情況 年尾才會與政府作出檢討 營料價格 大家也知道波動較為大 在未來的幾年 我們營料費用的上漲 我們的確受到一定的壓力 中期派息方面 與去年上半年一樣 每股派5毫3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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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幕 公開 公開